连送到碧海苍灵的时候,帝君正在给凤九梳理头发,他看着那双只重剑之手握了女孩的一缕青丝温柔的,给他编着一个发辫时,脑海里所有的词汇全背一句,东华他不是人啊,给屏蔽了,一双浸染过无数鲜血的手,如今给一个小女孩梳理起头发,也是游刃有余。 凤九四对帝君给他编的发辫很满意,他仰头看他时是满满的甜甜笑容,两个人对适时的目光都似是拉着粘腻的堂丝。 连送觉得帝君同凤九来了碧海苍灵后,同从前又不同,之前他见过他们无数字亲密的样子,但今时他们之间的亲密刻骨入水,碧海苍灵的空气里都充斥着浅犬柔情。 连送见两人的目光,终于分开了,才倾核了一声,悠悠地道,我这是得罪谁了,被父君虐,来你这里,还要受折磨,身心俱焚啊。 凤九才之下泽公发生的事情,给连送倒了茶水笑道,三殿下辛苦了,今日我就招待你吃糖醋鱼。 连送看了一眼帝君,扯了一下他的袖口道,东华此刻,请你一步,也不要离开我,不要进厨房。 凤九听了一夜于他,若是从前你说这话,我定然觉得你同东华哥哥有私情。 连送还没说话,帝君扶开他的手道,我对他嫌弃得很。 连送心里赋斐了一句,没凤九时,你还不是拿我这个嫌弃的人,消遣度日。 凤九刚要走连送,伸手取出遗物,递给他。 一只玲珑剔透的九妖花,在戏风里悠悠地散发着浅浅的香气。 这花该是你的。 两万年了,他同帝君经历过生死离别才,见到这只九妖花。 凤九道,我见肃锦不是一个轻易认错的人,他怎么就认了,这是他做下的事? 他怎么会轻易认? 连送想为叶华都说几句。 道,那日,他乘上此花天君便许了他叶华的侧妃之位。 天君却不知叶华等这一刻竟有万年之多。 当年帝君查找害你的幕后之人时,惊动了,叶华他便对帝君承诺过,若是肃锦他不会轻饶。 连送喝了一口水,接着又道,肃锦做事,虽周密,但叶华还是找到了他身边给私命送信的人。 但,那时巴荒,正乱地君一与魔族庆江在沾塌帕天君,轻易放过肃锦,便没有声张。 再后来,肃锦在四海八荒放出自己童叶华交好天族,不想履行婚约的消息,他慢慢地收集着证据。 你重情毒之事,七哥虽未认出,人他却嗅出了那人的气味,那人是肃锦族旁之的亲戚,亦是他安排进学宫的学子。 我同帝君压下了之事。 如今看来,这一切看似针对你实则是针对叶华的太子妃位,他好手段,从始至终都知道打压你,便是打压青秋又知道如何利用其他女子对帝君的哪一片私心。 他借天君的恩赐,着实做了太多的不堪之事。 凤九听完这些觉得,他同意叶华进青秋请罪,还真是歪打正着。 想来叶华君,对姑姑存了真心,才会如此在乎他同姑姑的婚约吧。 凤九叹息了一声,对帝君说,我同东华哥哥果真是天命之缘,你看经历过这么多事,我还是做了你的弟后。 帝君宠溺地拉过他的手道,使我耽误了许多时间。 连宋抽了抽嘴角心道,他现在都还是个孩子,你也太。 他看着两个人,又粘腻在了一起,悄悄扇子道,还有一件事,须得帝君亲自回去定夺。 帝君看他欲言又知道,我同小白没有秘密,说。 三殿下眉角,含了笑道,碧海苍林外还有一人手,握婚书,等着坐地后呢。 这件事,天君处理不了。 前十只鹤,拿了婚书,去请天君,为他做主,连宋顿了瞎道。 他说,帝君在与不在,他都要应婚约,嫁尽太成功。 又道,他挑了一个好事后,三皇五帝此时,都知他手里有同你的婚书。 连宋看了一眼凤九,想必青秋也早就知道此事了。 帝君把玩着凤九的手,他记这般闹法,我们便去凑这个热闹。 你可是有什么承诺,忘记了。 连宋说,我虽知你在遇见小殿下,之前无情事,但之鹤,给天君的婚书我看过那上面的确有你的印喜。 但那印喜我从未见过,原始天尊说,那大概是你从前行军打仗时用的印喜。 哦。 帝君召来丛林,吩咐了几句后,对凤九道,小白,我们先去处理好这件事,再回青秋吧。 又调侃了一句,不然,我怕被青秋长辈打。 凤九认真地道,我爷爷他们若是打群架,我们两个的确会吃亏,但你放心,我最擅长逃跑。 连宋有些后悔,早早地把这个事告诉帝君,像上次帝君求取凤九同湖地那样的场景,他巴不得多看几场。 凤九看看手里的花队帝君道,东华哥哥这事,若是青秋知道,或许要打架, 我还是先拿这花给你煮一个补汤喝了再走。 又转头,对连宋客气地道,三殿下也喝一些。 连宋高兴地点了一下头呼,又想起鼻邪狂流的夜晚, 所以赶紧道,我吃鱼就好,汤都给帝君。 又小声调侃帝君,年纪大了多喝汤少动。 帝君活动了一下筋骨,骄傲地道,我们小白的汤很会养人,就连我做糖醋鱼的技术都提高了,一会你尝尝。 小白你等等我。 连宋忽然觉得胃静乱了一般,帝君如今都娶夫人了,为什么还要荼毒她? 她自小被帝君这个爱好祸害得还不够吗? 三殿下起身,悄悄地溜了。 凤九在膳房里细心地处理着酒药花,这碗汤本该是两万年前就该给帝君喝的, 为了这一株花她差点丢了性命。 如今,她有了幼年的记忆索要塔琳娜恐怖的一幕,再次进入脑海时, 她没有后悔当初所做的事情,为了帝君,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厨房里烟火阴晕,帝君进来安静地坐在凤九的身后, 看着她。 从前,她对家这个字没有概念,但今时她觉得凤九所在,就是她的家, 她的家系在凤九的身上,家的感觉如一炉炭火,舒适温暖。 凤九把食材放进笼屉时,腰间穿过一双温暖的大手,小白。 帝君拦紧了她,把头轻轻搭在她的肩上。 东华哥哥凤九侧着头贴帝君的脸,这个汤要多煮一些时间,才有效果。 我从佛陀爷爷那里,讨的那棵林草也一起煮了,你喝了肯定会好。 嗯,小白最疼我。 那你看慧叔,我给三殿下做鱼,这次他被罚战了,那么多天若是玉哥醒了,会心疼他的。 他应该吃不上了? 帝君扯了一下嘴角,他怕是溜了。 东华哥哥,你又吓唬他了吧? 其实你做的鱼也很好吃了。 凤九觉得这句话他说的有些违心。 帝君并没有松开他的一丝温热的双唇流脸,在他白皙的脖梗间。 小白他柔声唤他。 凤九听出帝君的声音不同,他这个温存的样子怕是又要同他讨要紫薯饼吃。 凤九觉得自己从前太无知了,才会说帝君体力不知的话。 帝君喜欢吃紫薯饼这个事,同他吃糖壶里一个样,吃着一个手里,还攥着七八个,体力不知这词,就是给自己准备的。 不过,凤九一向宠着帝君,别人有的没有的,他都想给帝君,何况吃紫薯饼这事,顶多半天,趴不起来,多吃几个大肘子,补补就好了。 帝君见凤九回应他的吻,牙齿轻轻一咬凤九尖头的衣服,就落下大半,银白的肌肤细腻光滑,他克制不住咬上去。 凤九身体有了反应,却还惦记着锅里汤,东华哥哥,可我还要看着汤呢? 青年瞥了一眼,挥手画出一个结结弯腰,抱起他道,回来喝正好。 凤九迷糊中,算了一下煮好汤所需的时辰,照着这个时间,吃紫薯饼, 恐怕他爬也爬不起来了。 夏泽宫李天君同一些老神仙,干等着帝君,近日肃紧的是,弄得他十分疼痛, 好在之鹤一纸昏书,令天君又开始精神振奋,毕竟他难得一见帝君有皱眉的时候, 天君想着帝君同青秋小殿下的关系,嘴角扯出了几分,藏不住地看热闹心思。 之鹤坠坠坠不安地,不时向大殿的门口看去,此时已经没有回头路了。 那日,他听肃锦说,青秋的白凤九已经进了幻海,而帝君也追了进去, 他想着帝君早晚是能出来的,但那种地方白凤九肯定是出不来了。 帝君若能回来他,陪在身侧西新照料假以时日,他对他也一定会生情, 毕竟他同旁人是不同的。 若帝君不能回来,有这一纸昏书,他也能入得太陈宫,得到帝君的庇佑。 知鹤不知道,肃锦此时已经被打入死牢,所以并不知道帝君身在何处。 三殿下回来,时之鹤问,我义兄他可是从幻海出来了,他可好, 你们都在这里是谁在照料他的身体。 连颂淡淡地道,公主稍安勿躁,等等便知。 这一等天见黄昏,天君等的有些耐不住性子,但看小儿子,四风八稳地坐着又觉得, 帝君下一刻,或许就能进来了。 好在不多时帝君坐下的崇林,先官同私命,即掌管使部的轩辕神翁, 抱了一个古旧的盒子,先行走了进来。 崇林向天君行过礼后,站在一旁不动。 知鹤觉得哪里不对,一张连有些发白本就掉着的一颗心此时,更是七上八下。 他走向崇林问,我义兄呢?公主还是等等吧。 当年帝君遣知鹤出太成功的时候,并没有包得知鹤的公主身份, 帝君念急救恩,虽把他送回了鹤族,却给了他一份庇佑。 知鹤见崇林,对他的称呼同态度,与在太成功时无二心才少安了一些。 他刚转身想回到座位,去的时候,大殿上的人都起身,向殿门看去,知鹤会转头。 目光里走近的那一双身影片膝之间,竟让他有了入寒地之感, 一时间牙齿,竟控制不住地,紧紧咬在一起, 惦念了许久的一胸,两个字中是没敢喊出来。 帝君大手,拖着懒洋洋的红衣少女,向大殿走, 奉酒前客才从帝君的背上下来,他的骨头都快散架了。 奉酒头也不太地道,东华哥哥,你就别折腾我了, 我体力不支,就不看热闹了,我要回去睡觉。 大殿上一帮端正的老神仙,纹生脸红心跳, 却个个还努力保持着倾诉的面容。 他们眼里活在三清境外的帝君此时, 把少女向怀里一袋抵在她的耳边,说了一句什么, 少女猛然抬头,她在斜了帝君的手向前走时, 便是端庄持重的模样,刚才那娇滴滴的声音似从未出现过。 奉酒使劲地抓了一下帝君的手心,低声道, 东华哥哥,你故意叫我丢人,到了,你不提醒我。 青年嘴角,一出一丝骄傲的笑容,她很喜欢他们说她和小白的八卦。 大殿上的一众老神仙,这一年里,倒是都听过东华的八卦, 但无非一笑而过,如今看着她, 亲密地牵着一个少女的手,走进来, 不禁又回味了一下之前的八卦, 看来世间事物,果真是无风不起浪, 帝君莫不是真的想娶一位帝后了, 但为何她牵手的,却不是手之昏书的之贺公主? 众神猜测之时帝君,已然扶着凤九坐在了自己的身边, 他们发现帝君一直没有松开女孩的手。 凤九还能从幻海出来,之贺没有预料到, 他看着完好无损的凤九眼里,充满了恨意, 如果不是他一兄,还会如从前一样对他的。 帝君一个淡淡的眼神,扫过来,之贺收敛了目光, 上前一步道,一兄,之贺奉婚,约来捅一兄完婚, 我父母早亡之贺的一兄照拂, 早年父王同一兄定下的婚约,之贺自该遵守, 不忘父母生养同一兄的呵护之恩。 之贺说出这番话,还是有一些底气的, 这是他回到贺族后,收拾父母的遗物时, 无意间翻到的婚约。 婚约是他父王亲笔所写上面盖着东华帝君的印喜。 之贺初看到这纸婚约时,狂喜了一阵, 但他冷静下来,细想了一下时间, 便觉得这婚约上的女子,该不是他, 婚约上的灵鹤族组长之女,该是他的姐姐初一, 他出生父母,便余化了,不可能同帝君签下这份婚约。 之贺藏了心思,向族里的老人打听, 姐姐同帝君的过往。 族里隐约有的记载,大概就是他的父王, 曾经想把他的姐姐许给东华, 但后来他的姐姐跑了,他的父王才知他的姐姐早就有了心仪的男子。 之贺觉得婚约上既然有帝君的印喜, 就证明帝君同意过娶他的姐姐, 他也是灵鹤族组长的女儿,他可以嫁。 之贺到夏泽公进学后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时机, 直到那天,他偷看这纸婚约时,被肃锦发现。 帝君看过天君转过来的婚约淡淡地道, 这的确是你父王的笔迹。 之贺的心猛地一致他期待着帝君能给他一个满意的说法, 即便是此时不能同白凤酒, 彼旦日后谁知道呢? 崇林见帝君看自己会议的抱着手中古旧的盒子走了上来, 木盒之中一枚,白玉印喜几十万年后, 在录真容,这枚帝君征战四海八荒时用过的印喜在座的 一众老神仙,也没有几个人见过。 连颂在帝君面前一向受宠, 只有他有胆子上前,拿起帝君的印喜观赏。 一枚印喜一方天地, 曾经的沙法,岁月尘埃落定, 能看的,不过是变了又变的山河万物, 铜这一枚小小的玉石。 连颂感叹了一下, 挥手画出紧帛手握印喜盖了上去, 东华帝君四个字清清楚楚。 三殿下天资聪慧, 自从临抱着一个盒子, 来他便猜到了其中的意思。 帝君见他落下一枚印喜手衣挥手里的 昏约飞至他的面前, 连颂看了一下眼里有了笑意, 即便是帝君有昏约, 也不该是他征战用的印喜。 之鹤既然当着三皇五帝, 一众老神仙们拿出昏约此刻昏约的真假, 他们也该看看。 连颂把昏约, 并自己盖在紧帛上的印喜, 一并送了上去。 之鹤最终看到石童神座上那些 没看出门道的神仙们一样, 暗自开心, 印喜一样, 证明这婚约不假。 之鹤的脸上有了些许血色, 他看着帝君道, 一兄记验过了婚约还望, 一兄能履行当初的承诺, 同之鹤完婚。 连颂嘴角抽了抽上钱, 用扇子敲了敲他的婚约提点他, 公主渴。 有仔细看过, 知鹤不解的, 又把东华帝君四个字比对了一番道, 这还有假的不成。 他的确是假的。 三殿下, 把两份紧帛, 横空悬着又看了一眼轩辕神翁道, 神翁那里, 自该收藏有帝君征战时的手遇, 还请神翁请出来, 对比一二。 轩辕神翁小心翼翼地取出帝君征战时的手遇同众神观看。 看出门道的神仙, 当下顿悟, 连颂提点之鹤道, 看看帝君手遇上的应息, 可是完好无缺的。 知鹤终于看出了不同他的身子晃了晃, 这是弃君之罪。 帝君的应息, 同手遇上的张右下角有一条, 残缺的缝隙。 八荒混战帝君, 也不敢保有人, 伪造他的手遇, 况且四海八荒有谁会觉得手掌百万雄兵的神军会手握一枚残破的应息呢? 所以, 知鹤的父王在去找帝君商议嫁女之时, 偷看了应息后, 给自己的女儿伪造了一份有完好应息的婚约, 不过女儿跑了。 天君此时, 倒是很识趣的一生, 令下令神将把知鹤先行送进了天牢。 知鹤被带走时不止, 倒是稳了, 其实他就知道帝君喜欢的女人不过一个白凤酒罢了, 是他不甘心, 还要仗着父母的恩情争一下, 如今连贺族都回不去了。 凤酒同帝君出大殿时外面, 已是月色青龙, 他紧紧地拉了帝君的手看向一轮远月, 世间痴心帝君的女子那么多, 为他得到了帝君的心, 他该珍惜。 凤酒带帝君回青丘这日仙观崇林, 奉旨到天牢岭知鹤。 知鹤在天牢里关了两日大抵决的, 这次会要入诸仙台, 或要去西荒苦寒之地一世为奴, 帝君对他的往日的照拂, 接在这大牢里话, 为了怨恨。 崇林来识之鹤, 把怨恨发在了他的身上, 忧愿地道, 怎么一凶, 是要你来看我有多狼狈, 是入诸仙台, 还是去西荒, 也好, 自此父王母后的托付他便也不用管了。 知鹤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 但他心里想起西荒, 同诸仙台的折磨身体, 不免打战, 他靠在墙上, 以免崇林说出结果之后, 倒在他的面前。 我来送公主回贺族。 他似是不幸看了他片刻问, 送我回贺族。 得到崇林的确认, 后知鹤望向窗外透进来的 一里阳光道, 一兄他终究是放不下我。 又道, 白凤九你得到一兄又如何, 你抹不去我在一兄心里的位置。 崇林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知鹤他什么时候能醒悟呢? 小帝后, 他从来也没想过抹去他的存在。 崇林说, 公主本要去西荒流放的, 但帝后说帝君又年得贺族, 族长照拂, 他十分感谢, 如今族长先去他无以回报这份恩情, 便回报给知鹤公主, 他免了公主的罪责, 令我送公主回鹤族生活。 帝后, 他免了我的罪责? 他不过是做给一兄看罢了。 崇林认真地回答他的问题, 帝君同凤九殿下, 已经在女娲娘娘, 储录了婚书, 今日帝君去青秋, 商议婚事后要昭告四海八皇。 公主的罪责的确是帝后免除的, 但帝君也有御旨搬下, 知鹤向前一步, 义兄说了什么? 帝君下指公主, 回鹤族后若善出属地九雷焚身, 知鹤一个机灵九雷焚身神谷俱灭, 白凤九他到底哪里比我好? 知鹤不死心地问崇林, 相关实诚地回答, 他比公主不知美了多少倍。 一口血腥涌上来, 他压下去喊, 义兄他见过的美人无数。 崇林想了一下, 的确是, 但臣看心心念念要保护帝君的美人, 指帝后一个, 尝使帝君一盏笑颜的也指他一个。 又补充道, 帝君同白指帝君提亲时, 说世间女子无人能同帝后相比, 愿世事交心于帝后, 非他不娶。 崇林又静心地道, 臣都胆问一句, 若是今日公主, 在地后的位置, 可有凤九殿下如今的心胸呢? 隔壁的天老礼神行官, 被眼前的景象吓得一个猎且, 一个血淋淋的咒法阵里肃井, 披头散发双目淌血, 不知他的血流了多久, 此刻阵法中的人, 同一复干湿无异。 他眼中留下的鲜血, 把咒法阵浸染得如同地狱之魔眼, 空中飘着幽灵式的声音, 夜华白浅, 我要你们来世, 相见不相识, 相识亦相离, 白浅我的眼你闭双手奉还。 天君听了神行官的回奏心中, 亦是一惊, 此女竟然如此恶毒, 若是收入她的后宫, 怕是自己都不能善重。 一日前, 肃锦拿了小时候, 他赏赐的一块玉佩, 求见他最后一面, 他见了。 肃锦向他陈情所作所为, 都是为了天族的利益着想, 并提出请天君, 看在他们肃锦族的战功上, 请天君将他收入后宫, 他愿改名唤姓, 今后只为天君做事。 天君早已无力后宫, 但如今太子越发不受掌控, 若是多亿人替他做些暗地之事, 这人倒是一个合适的人选。 但肃锦两罪都牵涉到帝君的身边人, 他向帝君叹话。 帝君赞天君仁慈, 又赞他为清秋找了一个很好的退婚理由。 天君便闭门思过去了。 此刻, 他给神行官一个冷力的眼神道, 即行, 灭神石永坠地狱。 之鹤出天牢时, 正逢一列即行官入宿紧的天牢, 脚下一软晕了过去。 喜无功里, 太子随时进前, 耳语了几句, 叶华放下手里的书看向窗前, 正胜的一束玉兰道, 我该去清秋请罪了, 三叔你走时帮我关门。 连颂抽了一下嘴角之前, 帝君走时, 他没有找到去清秋看热闹的理由, 此刻一副长辈的样貌端正地道, 你既是去清秋请罪为了表达天足的, 诚意我觉得还是得有长辈陪同的好。 三叔真的是, 这个意思不是去看热闹的? 连颂抖开手里的悬扇, 你一个小孩子的恋爱有什么热闹可看? 又看看, 他扯出一个坏笑, 我是去看东华热闹的。